距离美国大选不到九个月 川普和拜登可能再次对决 决除白宫大位 两位候选人都显示 对中共必须更加强硬 这场万众瞩目的复赛中 中共是唯一确定的大输家 对中共来说 川普和拜登是两碗必选的毒药 中共不知道要喝哪一碗 前总统川普最近提议 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 彭博社2月11日撰文分析 这将使美中贸易几乎归零 这还不是川普可能采取的唯一措施 对恶化的中国经济来说 这真是雪上加霜 川普的激烈言论 增加了拜登在大选前 对中共采取强硬措施的压力 如何应对中共威胁 是美国两党选民最关切的问题 对中共越强硬 越可能吸引选民支持 一个是发动贸易战的总统 一个是扩大贸易战范围的总统 拜登可能不会像川普那样 对中共发动猛烈突然的攻势 但他正在限制中共获得尖端技术 限制中国智慧车辆及相关零件的进口 避免中共获得大量美国个人数据 同时 拜登政府积极建立广泛联盟 防止中共破坏世界秩序 川普难以预测态度咄咄逼人 拜登表面温和 却笑里藏刀 一个善于联合盟友取欧中共 一个善于背后连横 联合敌人的盟友 釜底抽薪 两位总统都是遏制中共发展的高手 川普表示 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的目的 是为了让制造业回归美国 这一表态使中概股纷纷大跌 在第一个任期中 川普向2000亿美元的商品 征收25%关税 彭博估计 如果关税提高到60% 可能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份额 降至近乎零 川普还暗示 要对中美双向投资 实施新禁令 他承诺 不允许中方进入美国的重要产业 并确保美国资金 不会推动中共崛起 对中共来说 跟美国经济冲突 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中共已在努力应对 房地产崩溃 股市暴跌 经济下滑等生死存亡的危机 任何风吹草动 都可能让政权垮台 但拜登政府 为了问鼎白宫 必须符合选民的意愿 展现对中共的强硬 这些必须在选举前就要表现 拜登政府正准备 限制美国在华投资 还准备加强数据安全 限制敏感个人数据的交易 也考虑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清洁能源产品 成熟半导体产品 征收更高关税 这一切都可能在11月投票前发生 并对中共的科技产业构成直接威胁 许多对华鹰派政治家 正推动更强硬的行动 美国大选前 中国经济将面临美国巨大的压力 使利息总得还 中共在美国大选之年 所处的尴尬处境 1月30日被美联社一个比喻 表达得淋漓尽致 美联社的报道说 中共必须在两碗毒药之间做选择 川普和拜登 是中共今年要吞下的一碗毒药 没有其他选项 拜登口头上说 要寻求和中共合作 但是北京对他联合印太盟友对抗中共 以及要出兵保卫台湾 甚是忧虑 川普在表面上则显得更加强硬 更加难以预测 他对保卫台湾没有明确表态 但却接听台湾总统的电话祝贺 并一再把新冠疫情COVID-19爆发归咎于中共 拜登上任后 没有改变川普的对中强硬政策 还扩大了对中方的技术和资金限制 以遏制中共野心 拜登的国务卿布林肯也称 中共是2022年国际秩序最严重的长期挑战 2023年初 美国击落中共间谍气球 紧张局势再次加剧 无论谁上任都不会改变美国对中方战略竞争的整体方向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赵明浩说 川败对中方可能是两碗毒药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说 美国两党对中国问题已有共识 对中政策大致雷同 有鉴于此 中共有了新的对美政策 无论是黑猫白猫 只要是美国猫就是坏猫 据统计 今年新年中国重点时程新房成交 一共只有240户 以8天假期计算日均仅30户 其中北京、深圳及广州日均成交量只有2户 综合中国媒体时代财经及第一财经近日报道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2024年新年假期的2月10至17日 中国重点时程新建商品住宅 成交240户 日均成交30户 日均成交量较去年新年假期下降13.58% 北京、深圳日均成交量由2023年同期的挂龄上升至2户 上海较去年同期增加3户至5户 广州日均成交量为2户 数据又显示 今年新年假期重点6成中古屋成交47户 日均成交6户 日均成交量较去年新年级假期增加11.15% 除东莞、佛山的中古屋成交下降外 北京、深圳、苏州、青岛日均成交量均较去年有所成长 不过实际成交量仍然低迷 其中东莞成交3户、佛山成交13户、北京、苏州成交量分别是9户及2户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认为 新年中国房市遇冷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今年新年假期出游热情高涨 一定程度导致购屋需求释放置缓 二是当前市场信心仍在缓慢修复 同时新房交付风险压力或持续影响成交周期 购屋观望情绪有存 中止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 新年期间中国各地新房楼市成交表现较为平淡 购房者观望情绪仍较重 北京、深圳在政策带动下市场情绪出现回升 但成交表现尚不明显 上海、成都受出游及返乡影响 假期期间市场活跃度不足 预计结后逐渐回升 而青岛、郑州等地楼市短期仍处于市场调整期 据第一财经网站引述上海市商务委所发布的 上海过年假期最新消费大数据 监测显示 2月9日除夕至16日初期 外来消费发生消费金额为155.5亿元 次数高达1445.8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 农历分别同比增长21.6%和41.8% 其中江苏来户消费占外来消费比重最高 达到20.2% 与浙江、广东、山东和安徽排名外来消费占比的前五位 上海某大学退休教师顾国平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官方公布的数据无法反映真实情况 因为统计数据往往根据上级的意图去做 因为他们的统计报告是根据需要定的 比如说领导一个指示 下面就造假 所以没有任何可信度 从中共建政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东西 它没有一点真实性 明明经济不好 它说好 另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 17日发布的监测数据 过年2月9日至16日8天 上海市线上线下消费金额569亿元 监测35个商圈的线下客流总量 2873万人次 比去年农厅同期增长11.9% 顾国平说 他亲眼所见 当地居民消费大不如从前 商场内许多店铺停业 就连菜市场买菜的人都少了 我基本上三天两头去市场 还要去逛商店 街面上关门的店就多了 去市场 现在买东西菜的人少了 马路上公共汽车 行人 地铁车厢内的人少了 我是亲眼看到的 少了30%到40%左右 中西社报道 另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 过年期间 上海餐饮业消费金额59.3亿元 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16.3% 保思号餐饮企业 销售额涨势喜人 上海老饭店 绿波廊 杏花楼 新雅等14家企业 节日期间销售额3754万元 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30.1% 时事评论人士徐全 对本台表示 上海乃至中国大陆 均处于降级消费阶段 目前我们看到的官方公布 消费总额上升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 整体性消费结构 比如在上海居民的消费当中 比如旅游 看文艺表演 看展览等文艺艺术 等精神生活层面的消费 我们不知道 如果集中在 以物质基础层面的消费 生活必需品的开支 并不能完全代表 中国经济的复苏 或者说百姓购买力增强 扬州居民陆先生 是一位网络商人 他从去年6月份 开始经营白酒 他告诉记者 今年过年期间 当地的购买力不如以前 他说 过年期间 大陆是一个刚需消费时期 因为家家户户都要走近 房友 除非有些人过年不想回家 可省据一部分开销 只要你回家走近 房友 这笔钱是省不了的 陆先生说 他经营的白酒销量较低 过年期间 总共销售19箱白酒 平时没什么销量 一个月销售5-6箱 据报 受到热播电视剧繁花影响 上海黄河路 和平饭店等 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 和平饭店销售额 比2019年农历同期增长 超过60% 不过当地人说 大部分人看热闹 没怎么消费 大部分人 磨码 大部分人看热闹 明日看热闹 大部分人看热闹 немец 大部分人看热闹 磨码 摇 麻 王